董老师怎么看 好的 你看我们之前已经举行过六次的这个总统选举了 其实从过去的六次总统选举已经可以归纳出 中共他怎么介入台湾的选举以及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归纳出来的结果 其实中共在因应台湾的选举第一点 他的第一个目的 其实并不是说要拉下他不喜欢的人 像今年是我们蔡英文总统 不 这不是他第一个目的 他的第一个目的是妖魔化民主 因为他是在防卫民主 所以说他一定会去找出我们历次选举中 比较负面的事情 我现在举例来说 我现在都可以背得耳熟能详 这是中共宣传的 妖魔化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让我们的社会分裂 我们的政党恶斗 然后少数执政 然后又是金钱政治 又在搞文革 然后经济没有发展 然后人民生活很痛苦 这是他第一个目的 他一方面妖魔化民主 然后一方面是美化 他的中共的政治体制 当然要美化 这个一国两制 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目的 他是在扶植他自己的红色势力 他同时在赤化蓝色力量 这才是他第二个重要的目的 所以说其实中共在台湾 他当然他不喜欢民进党 他根本也不信任国民党 已经那么多年了 所以他要培养他自己的这个红色势力 比如说2008年政党轮替 国民党执政以后 突然有大量的小政党 统派政党登记成为我们的政党 我们台湾到今天为止 有359个政党 里面有超过200个是统派政党 这个200个统派政党 是2008年之后 陆续突然增加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赤化蓝色力量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年 这个台湾总统的选举 中共介入台湾的选举 可是拉不下蔡英文 没办法拉下来 可是中共成功的把 这个台湾的蓝色力量 也就是国民党 把它新党化 那这个对中共来说 算不算是一个大成就 算 当然是一个大成就 所以说这个 现在可以预言了 就是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他在选他不会下台的 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下台阶做好了 他也帮助习近平 把下台阶做好 怎么做的 这个最近这个月 中共都在宣传刘洁一的那篇文章 什么推进祖国 促进祖国的这个和平统一进程 他里面讲他有三大成就 第一个成就 他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以及取得 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 在台湾内部 已经有很多人 代表人士 跟他民主协商在呼应了 第二个 他的经济融合26项 前面31样政策 有取得重大成果里面 还有很多数据了 第三个 这中共喜欢说的话 这个北京牢牢的掌握住 这个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然后再去 我们就想要去